大家平安 昨天晚上 很多的人都在盯着国际新闻 干什么 睡不着觉是不是 不是 要看美国的销售的这个额 这个指数 到底是降多少 还有升息 到底要升级 搞得精神 我们英文讲叫nervous 很紧张 老船长你不会吗 我不会 干嘛紧张 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过很多次了 人会贪婪跟恐惧 包括你我在内 对不对 尤其遇到了 这种国际上的怎么样 股市的这种大的新闻 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很难怎么样 保持你的理性 对吧 我们就拿昨天晚上来讲嘛 消息公布之后 不管怎么样 美国股市往上拉 美国股市往上拉 台子期怎么样 也是 并并并并 往上拉 这时候你感觉什么 土董啊 安了啦 接下来一定是怎么样 波段的大反弹 明天 对不对 可以好好的 试一下伸手 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当冲的感觉了 对不对 怎么冲 当然是做多啊 笨死的老船长买进去 拉掌停板把他怎么样 干掉做肥料 发财了 可是往往事情都不像散户朋友 想的那样 老船长你怎么知道 今天很惨 对不对 对 来 果不其然 所有人都认为怎么样 会开高嘛 对不对 然后会怎么样 会再高嘛 一高 我还有一高嘛 对不对 结果呢 是 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很重要 我一定要利用在这个最重要的时间点 来给你报告 你才听得进去 否则平常 我最厉害的 投资人都是在输了钱之后 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才怎么样 想听听看老船长 要报告些什么 那今天很简单 我的测标写得很清楚 其实你的持股 早就翻空了 我已经坐在这边讲很久 我说你要买股票可以 你就是不可以买怎么样 空头架构的股票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不会判断多空 没有关系 你用王冠AI系统 手指头按一下一秒钟 就知道这一只股票 现在在空方架构 还是多方架构了 对不对 老船长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这样子你就可以避开 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跟怎么样 亏损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最近这一阵子 没有在讲航运股 因为我说过 我有这么多的股票 我怎么可能够讲得完 那很多人要靠着 看老船长的节目 刚好讲到他的股票 来看一下 多空 多放心了 空 那再来避开 就不用参加会员安装了 对不对 那你有得等 我一个节目顶多讲几支 对不对 但是我重点是跟大家报告分享 比如说炮炮龙 2603 你今天会觉得很万谈 你早上去买 或者是昨天去买 甚至前天去买 怎么这么衰小朋友 那你一定不是我的第一个忠实观众 第二个你一定是属于不相信我的 第三个不用讲了 你根本没有安装王冠AI系统 不相信 我们现在马上 所有的观众朋友 请你们一起来验证 看老船长讲的话 是真的还假的 来各位看一下 我们先看2603 2603 长龙 对不对 按下去就好 一秒钟 请导播照镜 1 2 3 4 5 炮炮龙已经翻空5天了 换句话说 你今天 昨天 前天 大前天 大大前天 你都不可以 按照超盘几率 你都不可以买 炮炮龙 所以今天 炮炮龙的下跌 跟你完全 一毛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我 从5月初 推动怎么样 希望大家能够安装 王冠AI系统的 这种超盘辅助工具 我一直以来 我的逻辑 从来没有改变过 现在不会 将来也不会 因为科学的东西 各位观众 什么叫科学 科学就是 你可以反复的试验 然后你得到 相同的成果 那叫科学 懂吗 如果只有出现一次 那可能叫奇迹 那可能叫偶然 那个没有办法 帮我们怎么样 操盘赚钱 这样大家了解吧 所以说 我的 我讲的非常标准 非常清楚 就是空头架构 你就不要碰 所以今天 泡泡泡龙下跌 关你什么事 老船长我告诉你 我从五天前就开始加码摊平 加码摊平 越摊越平 有没有这种投资人 有 满可怜的 说真的 有时候 我们常讲 一个人怎么这么可怜 可能很无知 为什么无知 就是知识不够 就是知识不够 他不晓得 他不晓得可以用科学 来克服一些 在股票市场的风险 那这个造假 就是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安装了 跟我同步 我相信我的会员朋友 有安装 王冠AI系统的 不会有长龙 那怎么可能 对不对 除非他调皮捣蛋 老船长我就是跟你怎么样 对着干 我就是不相信你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话说回来 我相信没有这么样的人 对不对 我们只能说 有那种没有安装的 他不知道 然后怎么样 现在陷入愁晕产物 老船长救救我 那个泡泡龙不是配多少 赚多少很棒 我讲过很多次了 股市不是只有 看基本面 他有太多层面 光一档股票 你要研究到半死 对不对 干脆把它列为参数 用怎么样 一秒钟的时间 就一秒 我一直强调的 你们注意看我的节目 我一直强调就是一秒 人生有没有大不同 当然有啊 人家套泡泡龙 关你什么事啊 对不对 好 不相信 你说老船长这档股票 这例外 我知道这档股票 是大家的痛 所以我今天拿出来 跟大家报告一下 你不要再去加码摊平 因为它现在还在空方架构 虾米要走多久我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知道 我只要每天早上怎么样 把电脑开好 然后在那边看 它什么时候翻多 王冠第一根红就买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空头它是走很久的 来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档 也是今天的重头性 打到怎么样 接近跌停板 你有没有星星 有没有 有啦老船长就像你讲的 早上买的 早上可不可以买 有安装王冠AI智慧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3037的星星 有没有 来请你告诉我 早上可不可以买 你先来回答我 早上可不可以买 不行嘛老船长 对 昨天可不可以买 前天大前天 大大前天 大大大前天 大大大前天 大大大大 通通不能买 所以今天星星打到快跌停板 跟你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表示 你没有安装 王冠AI智慧系统 老船长这么好用 当然啦 那讲到星星 我们就顺带讲一档 我对它没有太大好感的股票 那股价炒到五六百块 开什么玩笑 8046南电 这一支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8046 让你见识一下 你们这些爱加码 摊平的朋友 看一下 这个翻空多久了 照整张 这个翻空多久了 这个中间各位观众 有没有反弹 有没有反弹 有没有红K有 你去买就完蛋了 老船长这边看起来红红的 对 但是我这边是空方架构 打差不能买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相信你可以避开很多的风险 你要加码摊平不是不可以 而是你的股票要再怎么样 多方架构 有些股票它跌没有关系 它还在多方架构 表示什么 它只是一个多头的修正而已 那有些股票它已经走入空方架构了 我觉得很奇怪 这么多多方架构的股票 你不去买 你不去加码摊平 你非要买空方架构的 各位观众 这样的投资朋友 很可怜对不对 但是可怜自然必有可恶之处 为什么 讲不听 你跟他讲他听不进去 不听不听不听 你不懂 星星很赚钱 南电获利也很高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 其实这些钱 你不需要去损失的 你只要在明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你桌上放了一台电脑 然后怎么样 有王冠AI智慧系统 一秒钟你就是股神啊 对不对 船长有保证赚吗 绝对没有 但是我们比那些普罗大众 散户朋友怎么样 好太多太多了嘛 你想想看 这些空方架构股票 超过一千档 你全部都避开了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下半段节目回来 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导播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 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 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 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项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现在是在什么架构 前几天大盘不是在多方架构吗 我说什么 我说它不是永远这样 我们一切以科学的一技为主 那你在操作台子期的时候 你就比较有一个概念 如果在空方架构 你做台子期 你记得逢高反弹放空 你比较容易赚钱 对不对 因为在空方架构 那多方架构 倒过来 杀低的时候 你逢低做多 那做股票的朋友的话 大盘多空干你什么事 有啊 如果是空方架构 你做多不容易赚钱 你要慎选股票 你听得懂我讲的话吗 那如果在多方架构 大盘如果在多方架构 做股票比较容易赚钱 像你看你今天做多 你甚至去追 一开盘去追 去加码 是买了 对不对 那今天可不可以加码 可以啊 今天什么时候加码 注意看 我讲在前面 不是这样杀吗 收盘前 这边 如果你的股票 是在多方架构的 假设你有安装我们的系统 你一看 还在多方架构啊 你就可以加码 因为台北股市 可能明天有强谈 也不一定啊 那如果有强谈的话 你算一算 因为你有加码嘛 成本算一算 没什么输赢 那因为现在台北股市 在空方架构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出清 然后再观望 等大盘落底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台北股市 大盘 各位有庄的 有庄的朋友这边 跟老船长一样同步 有没有 好一按 看到没有 今天跌160点 好我按下去一秒钟 一秒钟 对 我们请导播照镜 请问台北股市 是今天翻空的吗 不是 是昨天吗 不是 是前天 老船长你不够意思啊 前天看你节目的时候 你又没有讲 我故意不讲 不要让你们觉得 反正现在是多方架构 很好做 我在前天就知道翻空 你们都以为 而且我在这边 有警告你们 我说 它不会永远是多头 一切怎么样 以王冠系统的显示为主 所以老船长很客观 我不会说 这边多就一定多 像你们一定 沉醉在多方架构 对不对 结果前天已经翻空了 难怪老船长 从前天开始股票就很难做 对 跟你说在空头架构的时候 股票本来就比较难做 但是空方架构是不是 所有的股票都会翻空呢 不是啊 也有多方的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先怎么样 继续帮大家追踪一下 空方架构的股票 今天有一档股票 跌得半死啊 很多观众朋友都有 它的名字叫 看这边 2481 哇老船长我刚好有耶 刚好有啊 那很抱歉啊 强貌 请问第几天翻空 一 二 三 它跟大盘同步翻空的 所以换句话说 2481 今天早上可不可以买 你现在回答老船长 是不是很简单 不能买啊 他还没有翻多啊 对啊买下去死掉 加码摊平越摊越平 好不好用 这个又不是变魔术 就跟你说 你要吃这一行饭 你要赚钱做股票 你一定要有一个操盘工具 来辅助你 然后再加上老船长的抗讯 来怎么样 帮你们把关 帮你们double check 这样子你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你获利的机会会比别人多很多 问题是你只要交会费就好 我这一套12万8 股王跟骑王都送给你 这是 我现在是送哦 7月 7月不送了 7月要算钱了 7月你参加会员要交钱 另外股王要再收12万8 期王收12万8 我现在这二十几万全部送给你 6月份 你听得懂 我讲在前面不要到时候打进来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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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送了 没有了啊 我到时候掉录影带 没有啦 现在都是掉这个DVD的 那你会有强貌吗 不可能 你三天前他翻空 盘中看到翻空就不能买了 结果怎么样 你跑进去买 跌属人啊 老船长三天前 你眼睛看得出来这翻空吗 老船长再放大一点 你看得出来他翻空吗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得出来我叫你阿公 来来看这边 你看不看得出来 老船长这个当然看得出来 对啊除非你射盲 当然不一样 你看轰天雷 轰天雷只是报价系统 对你操盘完全没有帮助 他只是报价系统 多空你要自己拆 自己判断 对不对 那散户朋友都是用感觉 我感觉他好像多 我感觉空都是凭感觉 一辈子都在凭感觉 钱都快输光了 所以你剩最后一桶金的时候 你要赶快怎么样 清醒过来 用科技 来战胜 你操盘的弱点 知道吗 好 我们再来看一档股票 很多朋友也有的 叫做什么 3324 是双红 有没有 各位你看 我就是一个对照给你看 双红今天跌对不对 可以加码摊平 来看这边 我举证给你看 你要看 双红今天跌下来 这边你可以加码摊平 你如果买了一个多方架构的股票 你发现他大杀特杀 杀到很低的时候 你可以去加码摊平 因为他整个还在多方架构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如果翻空就不行了 我讲在前面 现在这边你可以 收盘的时候 你可以去加码摊平 因为这种股票 他没有使他都比怎么样 空方架构的股票 有力量往上弹 这个跟前面的强貌 长龙 这个星星 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很清楚的告诉你们 这一切 一秒钟你的眼睛 二十岁到八十岁就可以判断 没有任何问题 你说那老传统 我不要加码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加码 只是说你要加码 你一定要买那种 多方架构的股票 而且要等他杀 没有杀你加什么码 对不对 像这种就可以加码 懂不懂 那如果双红明天再大跌翻空 那你就全出啊 就全出啊 操作就是纪律啊 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们的股票 我会员股票都还在多方架构 你就不一样 你看测标 你的持股全都在空方架构 而且早就翻空了 今天你看你老师节目 你想要取暖吗 怎么办 叫我买了一缸子的电子股 对不对 在怪外资 自己不承认错 说大盘电子股杀下是外资的错 然后去骂航运股 因为没有航运股嘛 去骂航运股 电子股为什么死 外资砍的啊 还有那个PCB代赛啊 你听不到有一句他跟你道歉的 你懂吗 所以我常常讲 就是说很多投资人对投顾老师心寒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现在告诉你 你可以不用去甩这些专门骗人的投顾老师 一出事就甩锅 完全没有根据 哇昨天讲的跟真的一样 今天股票继续死 对不对 而且早就都在空方架构了 我刚讲这些热门的电子股 难道你的老师没有带你买吗 我不相信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自立自强 你靠自己 以后你一秒钟你就是股神了 你的老师讲了天花乱坠 对不对 你一秒钟一按 包括我的会员在内啊 我跟我会员朋友说 我们的股票不要怕多方架构 人家一按空方 老船长你诈骗集团啊 那不相信现在请我所有的会员朋友 看我节目 自己去按 还在多方架构 我们可以加码 什么时候加码 今天收盘前加码 所以当我的会员 我们是纪律操作 我们有依据 我们用科学 避开了很多的风险 你知道吗 你的股票是满手的 而且都套得已经 不知道几十%了 请问大盘如果明天反弹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弹着弹着上来 又下去了 空翻洗衣场 我们不一样啊 一弹又变赚钱了 我们可以出掉 考虑等到大盘翻多的时候 我们再进场 如果说要大胆一点 个股有翻多的 我们可以去做 就是这样子啊 我所有的会员朋友 为什么我都 让他们免费安装 就是让他们跟老船长 一起成长 我们一起来看 王冠AI智慧系统 这样子你也心安 老师没有诈骗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学习到很多 以前这些股票 感觉跌很多了 还加码摊平 结果越摊越平 或是觉得怎么样 这只股票不能买 其实怎么样 王冠第一根红啊 你都不要凭感觉 你在那边挣扎 犹豫都不用 以后没有 没有犹豫 盘中都是一秒钟 就知道答案 不需要犹豫啊 做股票 你犹豫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犹豫啊 最后参加投顾老师 他们都永远大赚 天天大赚 就被诈骗 你知道有那种 电视节目 整条一条龙的投顾 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诈骗的 他们投顾就是用诈骗的方式 在做啊 很多人都上过档了 对不对 那现在有一样东西 叫做科技 科技它不会骗人的 王冠AI系统 它不会挑人 你我骗你 他我不骗 没有 你安装之后 他不会骗你的 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东西 人是主观的 你听得懂吗 操盘系统 它是客观的 我希望今天 你看完我的节目 如果你手上 假设你现在 把所有的股票卖掉 还剩最后一桶金 你最后一桶金 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用智慧的方式 用科学的方式 再加上老船长的怎么样 double check 多重的把关 帮你筛选 这样子 你的这一桶金 才能够慢慢的壮大 如果觉得我讲的是真的 你就拿起电话 我希望明天早上 你的桌上有王冠AI智慧系统 否则你就像 古海中的扶贫一样 漂浮不定 任人宰割 五四 越来越多人安装 我非常的欣慰 现在开始拨打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